这个酒业公司的一个上市是比较突然的 它从整个的情况来看优点是相当多的 因为整个葡萄酒行业来说在中国是一个交洋行业 这个行业在近年的一个增长的趋势是非常大 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巨大的市场来看 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发挥 从这个股票的盘子来看 股票盘子不算很大 比较一个小环股的一个形式 而且从它的增长的空间来看 还有相当大的一个一段区间可以走 那从这样来看这个股票来说 无论是从长期投资和短线都是比较有吸引的价值 而且从整个恒生指数来看 在这一类型的股票 这一类型的概念在香港的股票并不是太多 所以将会受到长期的一些资金的追捧